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网项目实在 HIGHGO网上上乘 前面两次后呢 我们已经通过MyBuddy's、Splen 以及Stress2来进行了一个集成环境的搭建 并且呢当我们将这个项目部署到TOMCAT里边的时候呢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错误提示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个集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具体的功能来检测一下 在集成环境没有出问题的情况下 功能能不能正确的实现 好,我们的例子呢 就是一个用户的注册 我们先来看一下用户表里面 现在呢是没有任何数据的 我们简单的查一下 好,那么数据呢一条也没有 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准备通过界面来进行注册 那首先呢我们找到页面叫Regist 这个界面里面呢 我们主要看的是一个提交表单 form 这个form里面有一个action 它是将请求交给了UserIEG这样一个UIL 这个UserIEG呢就会去 和Strust.xml里边的这个action的名字进行匹配 所以呢就会交给UserAction里边的IEG方法 这一段实际上是Strust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交给这个方法 而如果我们想将参数传给User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使用User打点 来命名交单空间 比如说User.name User.password User.formnummer 好,这都是蛮有问题的 所以呢对于前台的注册页面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要改的 而将这个请求交给了UserAction呢 这个UserAction刚才我们提到 它会将User里边的属性呢 从界面上呢获取到 并且封装到这个User的相关属性里边 不过呢 对于这一个User属性呢 我们刚才只提供了三个 一个是用户名 一个是密码 一个是电话号码 那么还有几个属性呢 我们也需要明确一下 我们先来看 组件 组件我们之前提到呢 我们需要通过程序呢 产生一个32位的随机支付创 这一段我们需要提供一个工具类 Money呢默认当然就是零 我们可以不用改 Avanda默认的是空 我们也可以这样设计 当我们刚开始注册用户的时候呢 这个类保持为空 当然我们还要看一下 之前我们设计的时候呢 这个类是否允许为空 我们可以看一下 Avanda头像 大家可以看 这里呢是可以允许为空的 那如果这个地方的头像呢 换一种设计也是可以的 我们先给它一个默认的图片地址 然后呢当用户注册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一个默认的也是可以 好 我们再回来看 注册时间当然就是一个当前的系统时间 我们可以通过程序获取 而这个角色呢 我们之前强调过 这一个列的数据呢 我们可以规定好 比如说如果说超级管理员 我们就以admin的第一个字母A 作为角色的代号 而普通用户呢 我们使用user的第一个字母U 来表示角色 它是一个普通用户 好 既然这几个列呢 我们都有数据了 那么这个数据我们在哪给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数据的获取呢 放在surface里 而不应该放在action里 那我们来看 我们应该在调用atuser之前 将这个user里边的几个属性呢 给设置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是setid 第二个呢 是注册时间 第三个呢 是角色 角色呢 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呢 确定好了 user第一个字母 u 头像呢 保持为空 没有问题 那现在我们就需要写一个方法 来帮我们的产生id 要保证的每次获取的id呢 是不重复的 它比较适合做主件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写一个方法 来获取当前的时间 这样当我们来设置注册时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呢 比较简单的获取当前的系统时间 那么这种方法呢 我们比较适合放在一个工具内里 我们来看 建一个内 util 我们叫highgo utl 我们呢 写的第一个类呢 是一个 静态的 get id 我们使用uid 我们使用uid 这样一个加瓦提供的类 我们返回的是uid uid to to replace wall 将里边的横线呢 替换掉 替换成一个控制五串 好 这个uid呢 大家如果不算熟呢 可以下去再查一查 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要得到当前的时间 那我们就使用一个simple data format 把格式呢 设置成这样的写法 接着呢 我们返回的是sdf.format 6一个data 好 通过这两个方法呢 我们就将 组件产生了 将当前时间呢 也产生了 我们就需要拿到 surface里边来进行使用 第二个呢 类似的 好 有了这两个数据的 设置 那这个user呢 里边所有的数据呢 我们认为都已经复制好了 那么他会交给呢 user.do的实现 通过svrn的配置呢 我们知道他交给了mybodies 如果这个数据能够正确的 传到mybodies呢 应该会在maple的 这个inset语句上面呢 来进行 刚才数据的获取 然后呢 通过执行这一句完整的inset语句 将数据呢加到表里边 好 我们呢 部署一下 运行 好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之前的信息 有没有出错 那如果没有任何的错误呢 我们再打开浏览器 接着呢 我们点击免费注册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输入 我们相关的信息 好 这里呢 我不考虑任何的验证 我们填入相关的数据呢 点击一下 好 现在它跳转到了登录界面 这是我们之前呢 在strass里面配置好的 如果注册成功呢 跳转到登录界面 然后呢 下一步当然就是使用用户名密码进行登录 这里呢 我们就不去记它了 从这个效果来看呢 我们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首先从后台来看呢 没有出任何的错误 而且我们使用log4j呢 记录了很多相关的信息 那比较有用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跟C口执行相关的信息 这样就会出现 inset into shop user values 它使用的是站位服务 而且的参数呢 我们可以看到 该传过来的呢 基本上都传过来了 好 那我们呢 为了看到效果呢 我们回到数据库 这张表呢 我们之前查的时候 是没有一条记录 现在我们再次来执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数据呢 就已经出现了 id是3200的随机支付创 刚才我说的 name password for number 都是从界面获取到的 不过呢 这个地方 password呢 并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密 在商业项目里面呢 这个password 肯定是需要加密的 另外呢 money是通过 实体里面默认的属性值 来传入数据库的 默认呢 就是零 然后呢 投效呢 默认为空 这里也是允许的 接着注册时间 以及角色 都是我通过一个工具类里边的浸探方法获取的 然后它产生之后呢 就交由了 mobadis来进行数据的插入 所以从这样一个基本的功能来看呢 我们的整个框架集成 应该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那么到此为止呢 其实我们已经将框架的集成起来 并且呢 搭建好了一个开发环境 相当于是我们整个项目的准备工作 已经完成了 那么后续的课呢 我们将利用这样一个集成开发环境 来进行嗨勾网上商城里边各种业务逻辑的处理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